8点到10点钟 情感导师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你们还可以有机会连埋他们 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袁品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陆琪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星唐米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分享四位老师的生活智慧吧 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咱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可以忍受你对我的任性和埋怨 但不能接受你对我亲人有一点不尊重 这么多年 我在家任劳任怨 你就像一个甩手掌柜 不帮我分担任何压力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就像是被困在笼子里的球鸟 你的掌控欲总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感觉咱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在你的眼里 好像我就是一个蛮横不讲理的人 其实我只是想要你多注视一下我的感受 可你的冷漠真的已经要我心灰意冷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黄先生52岁来自天津保险工作 女嘉宾刘刘女士50岁来自天津保险工作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谢谢 同事对吧 是 在一起四年了是吧 是 以前都没结过婚 是 这可不容易啊 是 这不是更应该珍惜吗 是的 那咋今儿来我们这了 因为跟他共同生活了四年了 而且我不只是跟他共同生活 准确的说我们两个人和他爸爸共同生活四年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对待老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少的分析 那肯定的老爷子今年高瘦啊 嗯 八十多岁了 跟八十多岁老人在一起那不容易啊 是啊 结婚了吗你们俩 我们有这种打算 等于没过门就面临一个那么高瘦的一个老公 是 难呢 而且我们不只是这方面有分析 我们这个消费观念上和家庭所事矛盾特别的多 行咱慢慢说说呗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是跟我爸爸一起生活 嗯 刚开始我觉得他还挺好挺爱干净的 嗯 后来我发现他洁癖的太严重了 每天要求我们家里头不能有一点灰 每天上我们爸爸房间里去检查卫生去 我爸身上都不能有一点味儿 老爷子八十多岁了 嗯 他要求每天都得洗澡 呦 那么大岁数人你说这不是折腾吗 老爷子行吧身体 身体还好 但是我觉得每天这么折腾 没有什么必要啊 要把管老爷子啊 您不了解情况 啊 他父亲跟别的老人不一样 他从来不洗 吃完饭就睡 当我给他食了乳就觉得 他的被褥和身上都有味儿 尤其是夏天 你说这他一点也不洗 身上都是黏糊的都是味儿的 是洗个澡啊 那个舒服这也没问题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咱卫生间那个地面 那多滑啊 喝着碰着这都是安全问题 你想到没有啊 我当然想到了 所以说他父亲进卫生间的时候 我都把鼻擦干净了 完了之后呢 我垫了一个小垫 防滑的垫 我呢还跟他父亲说 你洗完了赶紧出来 出来之后呢 我给您做卫生 您妈也别管 洗完了马上就出来 我已经想到了这一点了 这个行吧 除了这个跟您父亲 还有什么矛盾吗 太多了 他就是对我们家这卫生 太苛刻了 每天到我爸房间检查卫生 上一次啊 他发现他房间里就有个纸团 他就跟我大发脾气 直烫的嘛 只是一个纸团的事是吗 主持人您说呀 每天早晨 我去他父亲屋里打扫卫生 抗生地下全都是烟灰 我就跟老人说 我说您啊 晚上千万别抽烟 您要抽烟啊 实在忍不住 您就搁在烟底里 因为你在抗生抽烟容易起火 我怎么说老人也不改 天天是地下抗生一堆 他这样说了也不改 我只能是一次一次的收拾 烟灰这个问题 我给您解释一下 不不这都别解释了 生活习惯的事 你解释没用啊 这是一个现实而无解的一个题啊 是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冲突跟父亲 等于父亲的卫生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您怎么吃的呀 经常在外边吃 我们生活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所以家里就没有会做饭的人 父亲单身多少年啊 有几年了 您说这一个家庭里 所有的活都是我干 我又不是王母 对吧 你多少学着点 那他在家里干嘛呢 他特别懒 除了下班看手机 手机看够了 就开始画画写字 我这不是有点爱好吗 我下班五六点了 进门又得做饭 收拾屋子 甚至是我下班八点多 有时候我加班八点多 我回来了 我进门渴得厉害 我叫着倒杯水喝吧 一倒水哪壶一滴水都没有 你说你六点来中下班了 进门就一壶水都不给我做 家里好像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次赶上也巧了 我是有朋友跟我盯张画 忙着手头自己的事 就把这事给忘了 你当时忘了 我进门又得先做水 再做饭 不容易 确实不容易 对吧 而且我已经很疲劳了 昨天我再跟您说件事 有一天啊 我单位开会就回不来了 那一天 他带他爸爸一天三餐 都得外头吃的 你说 我这一天上班挣点点钱 还不够外头吃饭的钱了 他不挣钱吗 他也挣啊 那完了吗 但是那我们要每个人 都是这样的话 这日子怎么过呀 我不说你全会做 你学点简单的做饭啊 学点简单的炒菜 你能够我不在的时候 你能给家里做一点 给老人做一口 你不能都指我 我也不是说 每天都在家里呀 其实我听到这儿的时候 就觉得太难了 等于一个人要伺候俩老光棍嘛 是 关键是还没结婚嘛 是啊 心里当然有怨气了 特难受对吧 对 想的就心里不平衡 客观事实就是这样的 这个事实你改起来很难 咱们再说说其他的冲突好不好 我说吧 消费观念 我们俩也太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呢 他呀 太节俭了 我简直受不了 你看买个东西吧 非得用完了再买 然后每样东西不能买重复的 现在 网上一点击 随手的送到家多方便呀 他就反对我 而且他就喜欢在实体店里买 现在谁还去那儿呢 多浪费时间呀 我们家狗一叫 邻居说啊 家里还养条狗 我养条狗 他叫妞妞 养了这只狗啊 完了之后一敲门 妞妞一叫 京东人就来给送快递了 每天都有 家里头上下左右 柜子里头全都是他画画的纸 一罗一罗的 鼻都几十管了 他还买 你在说厨房里就别提了 杰逸玲不是一瓶两瓶 他买的东西都是一包一包的 家里成了储存室了 柜子里头都割不开了 这不是打折吗 赶上便宜多买一点 他买了一个超生的洗眼镜的 这东西可是实用 您看我眼睛也是近视 洗个眼镜多方便 这不几十块钱的事 是方便 你洗了几次 听明白了 花钱还花不到一起 您在实铁店买东西便宜吗 不便宜 但是有一点 我在实铁店买东西 我就觉得 我能看得到这个东西 它的质量我能知道 而且我拿一百块钱 我知道我节省着花 跟您说他买一件衣服 上衣西服一千多 他买一双鞋一千多 现在有低于一千块钱的西装吗 你说 没有 还有一件事情 您知道 他买了一个这么高 那么大的洗菜机 这可好东西啊 安全环保 而且能去除农药 这不提高生活质量 您用吗 我就给家里用了 他买回来 他爸爸就特别的好奇 就说用吧 他这个洗菜机 水不到位 他不转 所以洗一点的菜 是原来洗菜的 三倍到四倍的水量 这一下他爸爸就说 这太费水了 用几次 谁也不用 又放那了 四千多块钱 你说花钱 跟流水似的 他花钱上除了这种 您觉得不应该的 家庭消费之外 不会乱花吧 不是 您得有规划吧 家里有老人 要是万一 有点病 或者是 家里添点妈 你得攒点钱吧 我们这岁数 不是年轻的小孩 都是比较实际的年龄了 带着老人生活 你就这么花钱 大手大脚 一分钱存不下吗 你不能跟年轻的比啊 年轻的是 他后的有父母 对吧 将来有个事 父母给掏 我们不能指着 八十岁的老人 我们自身得攒钱 将来有事 我们得承担 老人的这份责任啊 你不能说 把钱都花光了 他管你管的厉害吗 我买件衣服 他也管 生活当中 什么事都管 没自由了 不是 您不是想买的 不都买了吗 十分之一都不到 现在 哦 花钱不自由了 还有什么不自由 还有 你看 朋友之间互相帮个忙 很正常的事 上次来个电话 朋友要我去帮忙 刚打来电话 他直接给抢过去了 直接给我拒绝了 你叫我在朋友面前 多没面子 他在单身的时候 养成了很多的 不好的习惯 从来不拒绝任何朋友 那天他的朋友来电话说 黄哥你给我学辆车 手动挡的汽车 朋友要练车 当然用手动挡 是他朋友的朋友 想讨价照练车 但是我们家呢 是自动挡的车 他只能找别的朋友 再去借一辆车 我就说了 他这个朋友的朋友 本身练车就不熟 如果出了问题 或者是把车弄坏了 你怎么跟人家交代 您说说 这个朋友也拒绝 那个朋友也不交往 那咱还有朋友吗 再说了 这是我的朋友 你直接拒绝了 拒绝也是我的事 从我认识你开始 就没有拒绝过 只要跟你说 黄哥有什么事 马上甚至是 在家带着好好的 一个电话 马上就走 从来没有拒绝 他可能是一次 找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吧 行吧 我问几个其他的问题吧 当初您看上他什么了 首先一点 我是一个未婚的人 我要当然选择未婚 他没有结过婚 这是我首选的第一点 因为我不希望 我找一个已婚的 比较复杂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单位认识的 所以我就觉得 他挺幽默的 朋友关系也不错 脾气也好 谁追的谁啊 也不是说我追他 就自然形成的吧 行 您当时看上他什么了 他还是比较朴实 比较物实的人 物实 物实 我特别好奇 就不知道方不方便问 为什么就是一直都没有 一段这个稳定的婚姻关系呢 您说我 对 你们两位不都是吗 是啊 我个人是因为 之前我做过几十年的美发 下班没点 再加上我个人来说 就是当初那几年挑三拣四 对婚姻我也不重视 后来耽误耽误就耽误 到现在 行 特别坦诚 您呢 我是因为我父母结婚的时候 都四十多了 当我长大的时候 二十多岁 他们已经老了 都有病了 我爸首先得到癌症 我妈妈那封尸 他们都相继都住院 所以呢 我就从我二十多岁 一直照顾 我的父母四十多岁 把妈妈照顾走了 我才能考虑我自己的事情 父母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我用我的青春和年华 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父母 那今天两位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就觉得 我和他认识的时候 觉得他脾气挺好的 我觉得我们俩能够生活在一起 也是一个缘分 您还想跟他再往前走一步 对 这个在现实生活里提过吗 提过呀 那您想娶人家吗 我头脑里也有很多问号 就是在生活中 就产生很多的矛盾 我也在 头脑里打了很多问号 单身这么多年了 自主这么多年了 自由这么多年了 所有的主义都是自己来拿 现在 突然间没有自由 对 要有一个人来商量 就觉得不对了 对吧 是啊 这不是已经在一起四年了吗 对啊 就在一起四年了 他都没有说有些事情能跟我商量 习惯了吗 四十多年都自己做主 你们在好了之后住在一起 这四年前谁管 也没说谁管 就是大钱的时候 我们俩是放在一起 你们俩谁挣的多 他挣的比我多 多多少 多三分之一吧 多三分之一 今天来这儿道理是什么 再问一次 今天来这儿 我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啊 对这个家庭 将来有一份责任 我也想请各位专家来来评论评论 要来评议 您有没有问过他 他还想不想跟您继续 以这样的方式在一起啊 这个我从来没有问过 我帮您问吧 还想吗 应该是 那你可想好了 没自由了啊 我觉得 真有女人管你了啊 他为 牵扯 就是会干涉到你的交友 会干涉到你怎么花钱 这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了啊 是 接受得了吗 能够接受 确定吗 不确定 不确定吗 其实就是不确定吗 所以您还以为 这关系就铁板钉钉了 我也 可没钉钉啊 人家不确定啊 当然我心里也很便宜 那你这段关系里图什么呢 但是我希望他有能够所改变 咱人到中年了嘛 咱就说点最现实的嘛 如果他对你好 我们可以理解 对吧 现在等于你一个人 一段感情开始 要照顾两个男人嘛 其中有一个男性 还是八十多岁 一个老先生 这很辛苦的呀 就为什么呢 因为我出生了一个 比较传统的家庭 既然当初我们俩走在一起 就我觉得就应该 传统家庭 您就不应该还没结婚 就搬进去啊 我指的传统就是 因为我觉得 既然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 他就应该有所改变 两个既然能够生活一起 他就能够为对方去着想 他没有啊 是是是 所以我们都带着各自的 对美好生活的一个冲击 走到一起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突然发现美好生活 和我想象的样子不太一样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女生的想法是 我希望你能改变 然后回到我想要的 那个美好生活里 对吧 是 先生的想法是说 哎呀 这个美好的生活 没有那么美好嘛 我现在犹豫嘛 我举棋不定嘛 我试继续呢 还是有可能我要跑啊 是不是这状态 是啊 那应该怎么办 各位老师 你们看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生活将就了以后 累得是自己 又累心 又累体力 我想说一下刘女士 您今年是50岁了 是 但您活得跟一少女一样 您根本不知道 婚姻到底是什么 你想象的婚姻生活是 我为你付出一点 你也为我付出一点 我们两个一起把这个日子 过成我想要的样子 但根本不是 刚才您跟你男朋友 在对话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跟这个女人结婚 所以我觉得 您这四年 最苦的一个地方是 您自以为是的 在为这个家付出 的确您做了很多 但是您做的很多东西 并不是能够得到 双向回报的 您是非常清楚地知道 两个男人 没有辞职加能力的男人 是需要您来照顾的 您很清楚地知道 但您想象的却是 我就想要过浪漫的 爱情生活 根本没有 所以我会觉得 您的付出到底是为什么 以前那个家没了 为了得到新的一个家 还是您真的想要一个 您想要的家 如果您想要 您想要的生活的话 我劝您赶紧离开吧 我其实很理解 你们两位的现状 大半生都是 自己一个人过了 然后生活是什么样子 自己已经习惯了 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没有问题啊 你们过去 其实都不想结婚 女士也一样 不然照顾年迈的父母 很伟大 很奉献 但其实核心 还是你不想结婚 我们看到也很多 成了家的人 依然可以孝顺父母 我推测 大概你会觉得 照顾父母得到的 那种情感的回馈 和你付出 得到的价值的体验 在你心里是排序第一的 是 你可能在和男女 相处的关系中 至少年轻的时候 你没有得到 那么让你满意的回馈 所以你是放弃了 和男人相处 全身心地去照顾了父母 是 所以过去你也不想结婚 你不需要婚姻 男士也是 你过去一直是一个公子哥 我不愿意承担责任 我老父亲 以前老母亲能照顾 我们都过得悠哉悠哉 一点毛病都没有 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任 但是为什么这四年 你们俩凑到了一起 因为生活在变啊 年龄在长啊 头发在少啊 自己也有危机感了呀 也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那么随意地 过自己的生活了 自己会老会病 会需要有人相互扶持 这是现实啊 我们再浪漫 再理想 也抵挡不过现实了 所以现实摆在面前了 我觉得先生 你应该感恩这个女人啊 就你这样一个 这么爱自己 爱享受的状态 随着你父亲的年迈 你照顾得了吗 你甚至连你自己 可能以后 真要光棍了 退休了 自己也照顾好自己 你需要一个女人 既然现实摆在这儿 你选择着需要一个女人 那你必须改变 因为这是生活 你自己不愿意 去成长努力 将来搬起石头 砸脚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劝你 改吧 女士也一样 她的爸爸不是你的父母 你做什么 你父母都感恩 都愿意听闺女的 你们是在一个家庭 成长出来的 生活习惯是类似的 人家就是不一样 味就味点吧 怎么办啊 老人都有味 你让他天天洗澡 真出个意外 谁承担了后果呀 这个男人也一样 你之所以选择他 没有结婚 你觉得很简单 不复杂 那你势必要承受 他就是简单 他就是自我 他就是过毒了 否则人家早结婚了呀 这个年龄 想走在一起 又没有过婚姻的过往 除了妥协 没有别的方法 反正这个年龄 能遇到一起 彼此愿意付出 挺不容易的 我还是希望你们 能够彼此感恩 彼此珍惜 妥协包容 能够携手往前走 我觉得特别合适 你是典型的 叫掌控性情感模式 你是典型的 享受性情感模式 就你们俩 在一起特契合 但为什么 你今天闹到这儿来呢 它不是一个 40码的脚 穿一个30码的鞋的问题 是一个合适的鞋里面 有一颗小沙子的问题 按理说 就有一个小沙力嘛 我给他倒了不就完了吗 你们的问题就出在这儿 第一 有个小沙力 你忍不了 第二 有个小沙力 倒不出来 为啥那么小一个小事 在你们这儿就改不了了呢 就有一句老话 叫少年夫妻老来伴 说的好像是 年轻的时候 结了婚老的时候 就可以当棒了 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 你少年的时候 没有成夫妻 老来很难成伴 为什么 年轻的时候 是我们最容易发生变化的时候 最容易调整自我的时候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二三十岁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慢慢地磨合 然后为对方 慢慢发生一些变化 年纪大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年纪大了之后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形式作风 越来越坚硬 慢慢地没有办法 为对方而发生变化了 所以到最后之后 你会发现 鞋子里面有一颗小沙粒 倒也倒不出来 人也忍不了 小事就变成大事 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也好 结婚也好 我们得先打破自己 你能打破自己 你不能 你的洁癖的问题 是一步不能让 你能打破自己吗 你也不能 你生活里面 你要享受的东西 也是一步都不能让的 这些事 如果你们今天年轻20岁 你们都能改 但20年之后 改不了了 但是今天你们在这儿 我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就你们的本质而言 你们是很适合的 因为一个人要管事 一个人其实什么啥也不想管 问题就在于 你们还愿不愿意为对方 来把自己的某一些生活习惯给打破 让出一些所谓的自由权 让出一些会让自己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些区域 所以两位真正要好好想一想的就这一件事 不是合适不合适 就是我要不要打破自己 让我一中有你 让你一中有我 就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四年前 您自己照顾您的父亲吗 四年前 我母亲还在世 所以你是因为母亲去世了 才找了这样的一个女朋友 倒不是 那是我们认识是非常偶然 您母亲去世到您找到这个女朋友来接手您的父亲中间有多长距离 也就隔个一年半 那么那一年半里头您照顾父亲照顾的是怎样的 还行 因为我父亲本身就能生活能自立 假如不是您的父亲的话 您还会考虑和他在一起吗 会的 犹豫 我就想看您要犹豫多久 这一个停顿 咱中间究竟要持续多少秒 怎么说呢 我觉得吧 就是我跟其他老师观点还不太一样 就是咱都已经读到这个时候了 没必要非得在一起 就两个人都已经能自得其乐了 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单身生活理得挺顺溜的 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人 自己照顾自己 自己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其实已经都挺好的了 在这个时候让你们打破谁 你们都打不破 你们应该找到的就是正好他和我一样 或者是正好他喜欢的我觉得也不错 找到这样的人 你们的这一个接下来的日子 才好办 就像他买那个超声波洗眼镜的 是吧 我们家老公也买了一个 他买了以后 他再洗 洗完了以后 我会很高兴的 太阳眼镜能洗吗 那我的什么首饰能洗吗 我一个个拿过去跟他试着玩 看这东西到底是智商税呢 还是说真的把有一些东西给洗了 那么这个叫做 你喜欢玩 我喜欢餐和 但是你却不管他买的这个东西好不好玩 你有没有兴趣 你都完全没兴趣知道 没兴趣使用 没兴趣了解 他喜欢的 在你看来都是错的 不管是写字了 还是买着一些网购的东西了 所以当您在干预和你不欣赏 他所持有的各种习惯的时候 你们这一桩关系就已经到了尾声 你们缺少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我们共同看着孩子出生 我们两个人经历过一起 把这个小家庭慢慢的操持成大家庭 所以我们能忍 你们都没有 你们没有过去 你们只有身硬的想从对方身上 剥掉他的习惯的决心 那就算了吧 好疼的 他的那些兴趣爱好挺好的 换一个女士可能会很欣赏 跟他一起玩 而您的那一些小洁癖 自然也会有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挺好的 家里收拾的整整齐齐的好有家的感觉 但碰巧不是你们彼此 都拿四年的时间来证明了两个人不适合 真没必要再去将就了 早点分吧 就一个要求 就一个要求 如果您真觉得 这位女士 不管不顾 飞蛾扑火 扑下了你 让你感动 对待你所有的事没有犹豫 你还有一分感动的话 就特别希望您能坦诚 您说我就下定决心了 我愿意为你放弃一些 让动一些什么东西 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希望您也能为 为我放一些什么东西 坦诚是什么 说出自己心里真心所想的 您告诉人家就行了 您我没什么好说的 五十年了吧 您一直坚持您自己的那个东西 坚持了一辈子 那我不能让您现在改啊 也改不了啊 所以您自己琢磨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他 为了我们这个家庭 付出了态度 看着每天看着 为我坐这坐那 他的背影 我打心里感觉到心疼 偷看一遍 少年夫妻老奶爸 我都想不到 我这个年龄还会有伴 我觉得应该珍惜 就说这么多 我是觉得他应该 多懂得去体谅别人 更能够有一些责任感 我也只能说这么多吧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思路水平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 难哪 我真没法预测这个题 但是我真的想要建议 建议 我是建议这个女士自己离开 因为她永远做好人 但是可能永远得不到 自己想要的好的婚姻 我觉得其实他们彼此是有需求的 这个不仅仅是现实 感情层面上也是有很多 彼此能满足对方的地方 比如说这男士说 这个女生从不犹豫 这个女生觉得在这个家里的安稳 我觉得 希望他们都能出来 我觉得两个人肯定都得出来 但是就是 你得自我破壳呀 壳太厚了 我觉得他们都会出来的 虽然我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各自去找到 更适合他们的人 来吧 看结局 请开门 请开门 跟你说一句话 你得学会一些辩子 因为你过去那是你的爹妈 你怎么着都行 这个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瓶水相逢 生活在一起有感情的男人 所以你得学会变头 要不然我觉得你太累了 就是挺心疼的 一辈子 青春时光全部付给了 给予自己生命的老父亲老母亲 怎么开始能够获得幸福的时候 又自己又去找了一个 八十多岁家里面有八十多岁的一个老人 然后五十多岁一个没有过婚姻生活 不知道怎么疼女人的男人的 我是真心疼你 我说句实话 行吧 那是你的选择 你好好对人就行吗 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俩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来请亮灯 最后还得跟老黄托付一句啊 其实也挺难得的 就人生碰到这么一个女性 我特别希望您珍惜 好好疼疼她吧 其实像她那样的经历 你只要给一点 她就能全身心的都交给你 给一点嘛 不要那么小气嘛 好不好 好 谢谢 珍惜啊 谢谢两位请回 希望他们俩开开开心心的 走完人生的更美好的一段历程 因为这是中年吧 无儿无女 对吧 两个人守着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 开心的去往前走 希望他们幸福 来了解下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了 包出她说她很欣赏我 愿意为我付出 但她越来越不愿意听我的话了 还对我有很多抱怨 她不太会谈恋爱 性格又死板 我已经很努力地去包容她 为她着想 但现在我真的很压抑 她很喜欢享受生活 一点也不上进 她爱花钱 她有些缺点我真的很难接受 我希望她能变得更好 她总习惯让我按照她的想法去做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 真的很难磨合 有请这队情侣有请 小李24岁来自天津护士 欢迎 小杰23岁来自山西学生 有请 欢迎哪位 男护士 对 男护士 特别好 咋认识的 在那个社交平台上认识的 他追着我 追了多久 追了两个多月吧 哎呦 说的那个委屈的追了两个多月 是 现在恋爱多久了 一年多了 怎么样 我们俩就是老吵架 我说什么他都不听 因为 我是一个护士 然后因为护士都是女同事 都是姐姐们 前辈们 然后都挺照顾我的 我呢 平时就给他们送个早餐 下班晚了 我就开车送他们回家 因为没有地铁 没有公交了 然后呢 他就吃醋了 那我肯定会吃醋呀 他是他们的男朋友 还是我的男朋友呀 然后他还挺委屈的 觉得我又要他了 但是我不只是单独给一个人送 因为 前辈都挺照顾我的 可是我总感觉 他控制不好 那个尺度 你就怕他跑了呗 对 好 第一层就要 因为你的工作原因 我怕你跑了 还有啥毛病 还有我就觉得 他工资有点低 然后我就想着说 要不然换个工作吧 他就不乐意了 怎么说也不听 我就觉得 我这工作挺稳定的 再加上前辈 也挺照顾我的 他就一直想让我换工作 那次我俩吵架 失踪了一个礼拜 我当时想着说 怎么跟他说也没用 然后我就说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俩谁也别理谁了 我就更不在你身上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未来 不是要什么希望要什么未来啊 因为我希望他为我做出一些改变 就是按照我 按照我希望的要 对 就是我觉得他活得就特别累 他总说我在家有个三大爱好 就是盘着核桃 喝茶 然后晒太阳 然后他就非得想让我 在这个时间 然后跟他一起做做兼职啊 发发传单什么的 本来我就很累这个工作 我小的是我们平时也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下班时间没事干的话 我们俩一起做个接职 然后他还能多陪陪我 不一起喝喝茶 不也挺好的吗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好的青春嘛 应该多拼搏一点 多赚点钱 我是这么想的 不是人家不是在医院里面挺拼的吗 护士都不容易 他那个上班的时候需要脑力高度集中啊 可能是我有一些工作狂吧 然后我就想的是说 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 其实我挺理解他的 因为他呢就是主持人 其实我真的挺理解他 你们都不要这么打我的脸 真的 下面他说什么我绝对不帮你说 行你理解他 你说你理解的啊 我闭嘴 来你说 其实我也挺理解他的 就是因为他呢重组家庭嘛 他家里人没给他太多的安全感 然后他呢就想一直怎么用自己休息时间去赚钱 但是我不想这样你知道 我就想我在休息时间里 我自己做点我喜欢做的事 我是觉得他那个父母给他把房子买好了 然后他就没有那个努力的动力了 好爱于卸照啊 就是多玩一会儿多休息一会儿 就老是这么想的 然后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太上进 我的妈呀 我还不能说 我一说他又理解了 我不说了啊 还有啥问题 就上次 他呢 就店主给我盘了四年的核桃 我卖了 卖了之后买买书 买杠铃 买点健身器材 你说我一个天天举核桃的人 让我改成巨亚铃了 我是这么小的 我是说他那个盘核桃嘛 浪费时间也没有意义啊 我就说你那个报个班 然后咱们学个技能特长的话 提升一下自己嘛 其实我觉得盘串啊 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一种慢性投资啊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这个爱好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学一些那个技能特长什么的 然后多看几本书 你接着说 其实我也很理解 说呀 我本来想怼他两句 算了吧 你都不让我 我接着 还有什么 我也不帮你说了 你知道吗 这事我确实不理解 所以你要跟他讲啊 文丸最难玩的 就是把玩件里面最难玩的 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核桃 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第一是核桃难盘 第二是核桃易坏 对 第三因为难盘 所以老要在身上带着 容易丢 那个是最磨人性子 你看着就是盘一核桃 实际盘的是一个性格 咱做一件事之前 你先了解一下 没卖吧 没有 卖了 这跟你急 总说我为老先说 有时候像个老头一样活的 这是你的一种 生活方式的选择 就是我就干好我的本职工作 我比较喜欢 我安于现在这种状态 对吧 好 接着说 还有什么冲突 我觉得呢 他就是比较朴素一点 也没几件好看的衣服 然后呢 我就想把他变得更漂亮一点 出去见个朋友什么的 也比较有面子一点 那天领他去商场 本来一个 我觉得挺开心一个事 两个情侣去商场 当时他就不知道怎么了 就直接生气了 看上一件大衣 自己把账结了 然后就给我撂商场里了 我是觉得吧 我有几身衣服画着穿 其实就够了 没有必要 我这也知道他肯定是一番好心嘛 但是我又想着说 你说一个人的魅力 怎么能光线在衣服身上面呢 肯定是要看他的内涵呀 他老是说多买几件衣服 然后我就在想 是不是觉得我太丑了 不好看 你在外面里是最好看的 但是我想把你变得更好看一点 想给你买衣服 你就像我情人节给你买的那些口红 买的那些护肤品 给你买完之后 他就从来就不用 然后我就心想 我说是不是你不会用啊什么的 然后呢 我就自己看看刷刷视频啊 那种的 我还自己特意学的化妆 然后我天上心想去教他 教他怎么化 然后他就当时就急了 就说你说我化妆 难道是为了取悦你吗 你自己一脸坑 你怎么不去支支豆呢 我是觉得吧 我父亲就挺有自信的 然后我这么多年了 我也其实习惯了 他那一直让我化妆 我就在想 我说这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啊 我自己觉得这样就挺好的呀 你非得让我化 其实你为啥送你礼物 就是我朋友啊什么的 他们也有男朋友 都给他去送 我觉得别人有的 你也得有 最开心的就是 我送你礼物那一刻 然后你用上了 但是我感觉这钱花的 其实挺没必要的 我是想得以后再花也不迟 那用在你身上 我觉得那就是值得 就上次我刚发工资嘛 准备想换一个好一点的皮带 本来买完之后我挺开心的 到了回家之后就说我 你又乱花钱 我这个生气的 不是因为他乱花钱 是他在医院里 老跟那些护士小姐姐嘛 就是每天聊这个聊那个 然后护士小姐姐说 哎你买这个吧 他就哎我也买这个 水波逐流一样的 然后呢又走得那么近 我是因为这个又吃醋了 没有走得近 山西人就爱吃醋 人家也承认啊 我又吃醋了 严老师特能体会吧 就是那个山西人的那点 失醋的那个劲儿 你看杨老师看 哎呀我们山西人就这样 那你老乡啊 老师好 对 山西人都很朴实 我们听到了女生朴实的一面啊 这就没什么事了吧 还有呢 还有呢 因为她呢是一边实习 然后一边做兼职 然后呢我就不想她太累了 我呢就是脱家里的关系 给她找了一份 就是五星酒店的一个高级销售 赚的工资也比她现在高 而且还特别轻松 到了她那之后 她永远不了解我心意 当时她说我最难听的一句话 就是说我什么啃老拼爹 我是说的 我自己的工作 我可以自己找 然后也没有必要说 靠她爸爸的关系 然后我又想着 如果靠她爸爸的关系 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没干好的话 不能给她的父母 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然后如果说 那我不是不想让你这么累吗 如果我干得好的话 她就说 你还不是加了我爸的关吗 你有什么可得瑟的呢 然后我就说 还是靠自己吧 好好好 我是你男朋友 你总是以这种 说教的方式去说我 我给你的 你都不想要 这个歌词好像 放在他们身上太那个了 去过你家吗 去过几次 然后过年我就说 请她回家 跟她说完之后 一开始特别开心 然后莫名其妙地 就不累去了 告诉我不想去了她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过年的时间 工资不是挺高的 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打点零工吧 然后我就说不去她家了 再一个主要是因为我去她家的话 我怕会说看他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 然后我又感觉 好像自己是个外人 到时候我又想我自己的家了 又会哭呀什么的 然后我又怕影响她父母的心情 哎呀 这姑娘心思西异的呦 去没去啊 没去 后来咋过的春姐 回家了 后来那个高好就是 我有那个合作伙伴嘛 然后就说高好过年 一起热闹热闹的 然后我就说那就去吧 然后我就去了 结果她就误会了 生气了 男的女的呀 有男有女呀 就没去她家过年 对 跟同事在一起过那年 对对对 你说过年三十 你就是我爸妈 已经拿你当亲闺女看了 你这么见外呢 你这就是永远活在 自己的思维里 所以下面问题就来了 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是挺想和好的 因为我知道她体爱我的 一直在为我着想 可能就是我有时候吧 不太理解她 然后没有理解她的好意 你是来向她求和的 对 你们俩分开了 老吵架 一直在闹忙动嘛 然后我就是还挺喜欢冷战的 但是你想跟她好 是吧 对 你来就是想跟人好呗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挺纠结的 就因为每天都吵架 其实我想分手 但是也不甘心 不甘心啥 就是我的付出 我把我认为 我最好的都给了你 然后但是 她永远感觉不到我的心意 以一种就是说教的方式 去说我 我是觉得吧 她做我一辈子护士的话 可能不太好 因为我对她的期望 其实挺高的 你期望她做什么 我是期望她以后 能做一个大老板 事业有成了 那做个护士长 不比做大老板厉害啊 那你干嘛不找个大老板的姑娘 行这是第一 第二还有啥 遇到吗 其他的话就是 我希望她能听我的 就是可以有一个 如果你是错的也要听你的 那倒不是 但是我都是为她好呀 一般都是对的 就是她喜欢的 你让她改 她热爱的 你让她放弃 从哪个角度说 是为她好呢 可能我的想法也有些 嗯 好了 这不重要啊 姑娘说了 我想跟你求和 小伙子说什么和不和的 我很犹豫啊 我不甘心对吧 对 我为什么把我认为 我能给的最好的都给你了 还留不住你的心 或者让你是这样一种 对我的方式 对吧 嗯 来吧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件 我们常常说有一句话 三观不和 什么是三观不和 既不喜欢别人的 还嫌弃别人的 还觉得别人的都不好 这叫三观不和 而真正的三观和什么 你有你的喜好 我尊重 我有我的喜好 你也尊重 我可能不接受 但是我尊重你 去做你的事情 因为大原则 不破坏家庭 它没有因为玩 而丧失掉过度的家庭 或者工作的责任心 那就没问题 所以男生 你既然知道 我可能在这段关系当中 我觉得很压抑 我觉得很痛苦 我们两个很多观念 扭不过来 你同时其实跟他在一起 恋爱一年多 你也知道 你的女朋友 可能就是很脆弱敏感的 她可能有过去 受过一些家庭的创伤 有可能过去 对于一些情感关系 没有那么信任 她就是那种敏感的人 她更需要你细心呵护 但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明确告诉给她 不好意思亲爱的 我真的做不到 我可能就是大大咧咧惯了 我可能就是喜欢我的工作 可能对于我来讲 一辈子我就得要在护士岗位做 那就是我的喜好 你不能剥夺我的喜好 明确反而不会伤害爱情 同样对女孩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负面思维太重了 你说她带我去买衣服 难道她是嫌我长得不好看吗 她给我买化妆品 难道她是嫌我素颜不好看吗 你感受不到别人对你的爱 所以你只会用负面的信息 来去评价别人给你的爱 同样对于过年来讲 她希望你过年回家 跟她的父母在一起 你感受不到 你害怕你破坏关系 为什么害怕你破坏关系呢 因为你不知道 怎么跟她以及她的家人相处 同样对于你男朋友 给你介绍工作 你说的是 我害怕把工作搞砸了 一个真正有自信的女孩 反而会觉得 无论我在哪个岗位上 我都能做好 因为我的目标是 遇到问题解决问题 我不会害怕的 只有内心很自卑的人 才会觉得 我做不好 我会给别人抹黑 因为你不去解决问题 你只要求别人 必须听你的 如果一个人的负面思维太重 他无法得到 他想要的真正的爱情 所以既然两个人都没有办法 在很多观念上融合 不如友好分开 反而能够对这段爱情 做一个完美的结局 女生你拼命努力 打工啊 什么兼职啊 去赚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活 什么是好的生活 我理解的就是安居乐业吧 他没有安居乐业吗 可能我 看他挺安居挺乐业的呀 住着房子 舒舒坦坦的 晒着太阳 盘着核桃 有自己喜欢的 乐在其中的工作 他已经实现了安居乐业啊 但是可能我对他的期望 还是有点高吧 所以那是你的问题啊 其实无论是我们 努力拼搏奋斗 想成为 贡献更多社会价值的人 还是说我安居乐业 在家就享受晒太阳盘核桃 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没有对错 自洽 是最重要的 你始终在这种焦虑的 茫然不知所措的过程中 想要去寻找自我 那是找不到的 他是当大老板的料吗 他不是啊 如果你不改变这个状态 你和谁谈恋爱都会不开心 如果他现在真是那种拼搏努力 把所有的时间用来 什么赚钱呀 提高自身价值 你又会说了 你不赔我 你对我不在乎 你对我不好 你还会有焦虑的这种反应呢 所以你的重点不是谈恋爱 你的重点是让自己的心安稳下来 所以我不建议现在过分的关注度 在对方会怎样 而是去成长自我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些人 他的内心就是舒缓的 因为你一直过着有依靠的生活 有一些人的内心 他就一直焦虑 因为他过的是没有依靠的生活 没错 对不对 这就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东西 所以他一直在追寻安全感 但问题在于 你们两个人相遇的时候就像什么 就像温室里的花朵 遇到了一个野外生存的人 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方的生活状态 你们之间的困扰来自于这个地方 你能理解吗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向下生长的人 他是向上生长 所以你在看待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灰暗的 因为你在努力的往下生长 你在躲着幸福走 当幸福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去给它设置各种障碍 因为你害怕这个幸福 我今天接受了 它是我的 然后突然之间有一天我失去了 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失去 如果你迟早是要失去的 还不如我从一开始我就不要呢 你的潜意识里面 给它设置那么多的障碍 你明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给他那么高的期待 就在于你想逃 你真的寻找的是安全感吗 我不是 是你永远没有办法 浇灭自己内心的浇躁 你在寻找一条水 你在不断地指使它 在给你找水 但那个水是找不着的 因为你内心的浇躁 不是任何的水 全天下所有的水 也没有办法给你浇木 所以你要我给你们两个人建议的话 我的建议是 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生活场景 然后看一看能不能达成一致 就这样 其实我也挺怕无趣的女孩子 就是把生存仿佛当成了头号大事 因为对于你来讲 其实生存并不是头号大事 你反对男朋友喜欢的那一切 因为那一切好像看上去跟生存无关 那一些都是一些玩物上智的东西 在你看来 而你男朋友哪怕想带你买个口红 取悦自己 打扮自己嗝 你也都会把它上升到 这是男女不平等 女人为什么需要涂个口红 取悦男朋友 这一类的想法上去 这样的你其实挺 就是挺无聊的姑娘 在年轻的时候 你其实应该去拥抱一些好玩的东西 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有趣一点 不要活得那么紧张 在整个前半场里头 我都没有对你有任何的问题 直到是最后到十块要发言的时候 你加的那么一句 就是你希望他将来要做一个大老板 这一瞬间就改变了 我们所有人对你的一个基础判断 他为什么能变大老板呢 他变大老板以后 为什么要你呢 以你的性格 涂个口红都说了 我不要取悦于你 那么大老板的他 必然也得和大老板的你 才能够平等地待在一起吧 你有大老板的能力吗 年轻有的时候啊 我们会做梦 我们会觉得不甘于这样 不想过一眼就看到底的日子 你跟他在一起 你也会害怕说 是不是一眼就看到底了 我还想你能折腾出一点波澜 但有的时候 我们害怕的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我们能够抓住的最好的东西 而你自己想努力够着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有钱 比如说大老板 可能是你真的够不着的东西 比你年轻 比你漂亮的人 比比结实 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漂亮的面孔 而有趣的灵魂 你碰巧没有 所以即使给你放在了一群大老板的圈子里头 你也没有办法跟别人顺利地聊上天 但你的男朋友可以 他可以跟大老板聊盘核桃 他可以跟大老板聊 我们怎么去喝个茶 他甚至可以跟女的大老板聊包包 因为他有趣 所以今天我都不想再纠正说 你们的恋爱观什么的了 就是你自己得调整一下你的生活状态 想要让自己过得好 那你得自己人为地给生活加点糖 你得让自己甜起来 其他的爱情能走多久 那随缘 我挺替你活得累的 人可以做自己的梦 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帮你去做梦 我看到你最大的问题就在这 你自己有一个梦想 你非要让这个小子帮你去完成你的梦想 那你就错了 你应该完成自己的梦想去 你说我想让你变一个大老板 那你应该努力学习啊 你去创业啊 你变成一大老板啊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是他而不是你呢 生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 优渥环境家庭里的人无罪 生在一个原生家庭不好的状态里的孩子也无罪 不要活在那个阴影里 不是说我掏心掏肺的把我认为的好都给你 那就是给予别人好 有的时候这样会把别人吓跑 明白 其实挺好的两个孩子 那挺阳光的 你也不能说他躺平 这可不叫躺平 就是在本职工作里面踏踏实实的干 本本纷纷的干 这真的不能叫躺平 好好盘核桃 多学一点 让生活变得有趣 好吗 一起进入真情的营物 其实我觉得老师说的也挺对的 但是我就是希望你不要过得太累 因为我明白你最后给我的可能是一个家 但是我觉得现在把咱们变成了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 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消除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也是有感情的 老师说的也挺对的 我觉得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性格上面的一些缺点 然后我其实还是挺希望和你一起走下去的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事情我做的可能确实不对 我把生活过得太累了 然后给你造成了很多困扰和负担 我觉得我以后其实可以去改掉这些缺点 让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你觉得呢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谢谢你们 请回 小鹏老师做个预测吧 男不出女出 我也是这样感觉 男不出女出 我觉得出事肯定两个人都出 然后女生可能是觉得这是离她 她离幸福最近的一次 所以她肯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抓不住 但实际上这个幸福并不适合她 对 我想告诉她的是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们分手了 你千万不要因为此 而认为你自己不适合幸福 只是你不适合这一种幸福而已 双出吧 我觉得女孩够聪明 也许有的时候能被点通一丢丢 看她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因为她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 就男生舞台上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我把我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你 却换不来你对我的好 有什么话要跟她跟自己 跟这段感情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次确实挺可惜的 然后我老师们说的也挺对的 可能就是因为我性格方面不太好 然后给她准备了很多困难 复杂 然后我就想我以后能把这些缺点改掉 然后生活上面也积极遥光一点 不要再活得这么累 然后还要就是喜欢我的男孩子 还这么委屈 这真是挺遗憾的 我很想跟姑娘说 不是你性格不好 每个人都会有成长在跌坑的经历 年轻的时候就是拿给我们跌坑的 因为避免我们姥姥跌更大的坑 所以不是改你的性格 而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待问题的想法 我希望你能够做到的就是你想要学习 学习就是告诉给你 遇到困难想解决办法 而并非消极地往后退 退肯定不会让你得到幸福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刚好经历这件事情 反而能让你未来获得幸福 我是想跟女生说 其实你本来就很美好 你要看见自己的好 告诉自己 我也觉得拥有一份美好 你只要放松一点 其实一切美好的东西就在你的身边 请放松 爱情是一种双向奔赴 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 你和它是走在两条幸福的道路上 所以你得去找一个和你在一条路上面奔赴幸福 我就挺喜欢你的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自己有的时候活得有一点拧巴 没搞明白 很正常 但是聪明的你会知道 怎么能让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好起来 像刚上场那样笑一笑吧 你会很好的姑娘 这女生说了两个词 可惜 最后说了一个词 叫遗憾 大家掂量一下这两个词之间的这种分量 我觉得就是值得拥有 挺优秀的一个孩子 如果你不优秀 又怎么会吸引了他 让他对你那么多的付出呢 所以要自信 开心地走下去啊 谢谢你 请回 哎 其实 既不可惜 也不遗憾 这就是 因为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出现了问题 而错过 我觉得这两个年轻人都值得拥有 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 祝你们真的一次 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